都说每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一位伟大的女人 而她们却被坑惨了 第一位 吴奇隆 吴奇隆和前妻玛雅书因戏结缘 相恋五年后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能是由于工作的原因 两人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 至少离多时的两人的感情出现问题 2009年被拍到玛雅书密会外籍男友 同年8月两人宣布离婚 剧传吴奇隆把大部分财产都分给了玛雅书 第二位 贾乃亮 可能对于她来说 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 就是娶了李小璐为妻 她掏心掏肺地对她好 无怨无悔 直到2017年 李小璐做头发事件爆出后 两人结束了这段不平等的婚姻 离开了贾乃亮的李小璐 没有了以往的风光 剩下了只是人人喊骂的场景 而离开了李小璐的贾乃亮 没有了当年的豆笔形象 找回了自信 突破了自我 再也不用卑微地守护爱情 第三位 王宝强 王宝强出身在贫寒的农村家庭 后来只身到北京打拼 辛苦熬了多年 从跑龙套到处演一部军旅题材大剧 士兵突击 那个憨憨的形象因此聚而深入人心 2009年王宝强迎娶了马荣 马荣是西北大学播音系的高材生 应该属于斑花级别的 所以他十分珍惜 但却在2016年时 王宝强发现马荣和自己的经纪人宋哲 有不正当关系 随即宣布离婚 以此拉开当时轰动一时的离婚大战 第四位潘岳明 潘岳明和董洁当时可是娱乐圈的金童玉女 特别是董洁从某女郎出道 一举成名 她干净清冷的外表 一度成为了清纯的代名词 最终却因为董洁婚内出轨 王大志遗憾终结 当时事情被媒体爆料后 董洁被全网唾弃 并大众无法理解的是 王大志的长相真是一言难尽 潘岳明因她倍率的实在不甘心 第五位 应小天 说到应小天80 90后可能无人不知 曾经的海澜之子 甚至比如今的黄小明还要有名 本该前途无忧的她 却遭遇了妻子哈琳娜的骗婚 原来哈琳娜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高学历的白富美 应小天对这个假白富美一眼定情 二人很快变成了婚 光摆宴席就耗费500万 婚后白富美的谎言被拆穿 她就带着儿子和应小天的财产消失不见 如今的应小天沦落到无戏可拍 只想夺回自己的儿子 所以不光是女的嫁人 男的娶妻也要擦亮了眼睛 你最同情他们哪一位